有一段时间一个词非常火,那就是闲猪手,在娱乐圈里也不例外,有些男明星常常管不住自己的手,到处乱放,这种情况被发现就会觉得很尴尬,所以近几年来绅士手却越来越多了。 王凯近几年人气一路飙升,因出演古装剧狼牙榜而备受关注,凭借剧中肖井演艺奖获得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的称号,是叶弹红大子的他,自律性也很好,是一个很绅士的男人,合影时他的手没有搭在女孩肩上,而是空中悬着,接过李怡小姐的话筒时,手握话筒的位置也避免手与手的接触, 陈伟平在众多男星中,应该是绅士手做得最好的,参加节目做游戏背着赵丽颖,双手抓住自己的衣服,甚至尽量不碰其腿,就连拍戏时,也是绅士手紧紧握成拳头,看这个背影能认出这是谁吗?或许只有真爱粉才能回答得上来,他是吴亦凡啦,重点是他的手也是悬浮在半空中,没有触碰这位女生的肩部,吴亦凡在和刘亦菲拍电影 原来你还在这里的时候,他的绅士手也很可爱,独角兽金秀贤在和全智贤合影的时候,虽然是揽着他,可是并没有把手搭拾,也是想绅士一枚哦。 再来说说我们体坛的奥运冠军张继克,现在他也转变成明星了,2016年张继克发行个人首部音乐作品心脏,2017年获得跨界歌王第二季总决赛季军,小年夜他是和林丹夫妻, 一起度过的,这张合影可以看到他两只手的摆放方式大不同,搭在好友林丹身上的手是摊开的,搭在谢信芳身上的手,确实是握着拳头的。 再来看这一张,这摆放的手势和上面简直就是复制粘贴的啊,放在自己妈妈身上的手都是握着拳头,这难道是一种习惯啊? 答案是否,在其他人面前张继克是保持伸势手,可是在他面前不会伸势手,这手搭在丁宁的肩上显得非常自然,张继克还手把手的,教着丁宁乒乓球的握球拍方式啊。 丝毫不顾计伸势手的问题,和丁宁手牵着手,一起下台阶,不过还是绅士,下台阶牵着,看着脚下,这张照片就更厉害了,张继克对其他人伸势手,对丁宁却是上下棋手,哈哈,看来两人关系不一般啦。 网友表示这两人,是哥们的关系,又同是乒乓球运动员,肯定有许多共同的爱好,很好的朋友啊。 不过,也有网友,表示两人看上去很单配呢,你们怎么看呢?